九哥就位 是 这就哪有多灯灯啊 毕君 你老身看来 这个曲子的难度陡然激增 此学子有点玄哪 知晓抚琴之人的心声 可以更好地和琴声相合 比试试 你要时刻洞悉考官的神情和动作 以便更准确地做出预判 这笛声跟琴声既相合又相斗 真是厉害 这个突转都没有出错 真看不出这个雪子还挺厉害的 好 好 太厉害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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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九哥通过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唯女军已经是五十默克了 嗯 最近吉衡怎么总奇奇怪怪的 他原来不是这个样子的 比赛快开始了 帝君还没来 他不会是不来了吧 女军 东华帝君到了 还有连宋三殿下也到了 三殿下大驾光临 竟没想到你对北宜鸟一族的竞技赛 如此地感兴趣 三殿下大驾光临 我今日是特地来为你出危 如何 是不是很惊喜啊 真不是来看热闹的 恭迎东华帝君 恭迎三殿下 我来迟了些许 比赛何时开始 学子们都已经准备完毕了 随时可以开始 那就开始吧 好 最终决赛 对阵者 小燕和九哥公主 这果然是到了最后 比赛才有看头 小九 我还是那句话 不过来 若我赢了 果子定有你一半 胜负还没分出来呢 九哥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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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上车 上车 小妍 你疯了吧 到底是魔族的人 出招果然很多 我看这次凤九 怕是难敌了 我看你 尽管了 遇到 御师儿 御师儿 冬花又坏我的好事